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是嘉義布袋 當地人大家在討論一間新開幕的超商 廁所完工了 但是門沒有裝 業者還沒有禁止使用 用紙板立起來擋住春光 奇怪 這是什麼廁所 臉書社團有民眾用手機拍了這家 位在嘉義布袋超商附設的洗手間 怪的是沒有門 業者把大型的紙箱給拆開來 立起來擋住春光 但這麼通風 還是讓人擔心春光和味道外泄超尷尬 記者暗圖索記 找到了這家布袋的超商 這個月18號剛開幕 業者說廁所的門還沒裝 但沒有禁止民眾使用 因為沿路附近的超商 只有這家有廁所 要上還是不要上 就看使用者急不急 就算要使用 可得繃緊神經 怕有人突然闖進來 或萬一紙板倒了 可就糗了 就在大家議論紛紛之際 工人把要裝的門送過來了 準備安裝 超商設置洗手間 除了提供服務 最主要是吸引民眾上門消費 沒門的廁所到底會有多少人使用 恐怕是創造話題 大於實際發揮的功能 記者張迅榮 嘉義報導 今晚 最上次主要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